对 老板 项目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趁这段时间你还住我家 赶紧帮我把这个项目做完 不然我真的要退出编程圈了 退出编程圈 你装什么落魄呀 你先跟我说条件 我再免摊 行 那这么着 我房租呢 给你全免 按照以往的价格给你筹了 不过 明天就开工 成交 不过我收半价 你房租 行 不过明天有点 有点私事 那个 后天开工行不行 但我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进度 行吗 好 此事是 女朋友 算是吧 算是吧 那就是 还没有成 那你准备怎么表白 表白 表白我真没想过 不过真要表白 如果是你 你怎么做 如果是我 谈个恋爱嘛 无非就是买买早餐 接送宿舍 总之 润无细无声 日常美好 哇 你能再俗一点吗 得了 问你也问不出个伤 我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都讲究只给 什么软不休息 只给 和这爸的总裁方呗 不同人 不同办法呗 行吧 不过先说好啊 你明天别跟着我 我明天才不跟着你呢 我明天也得去见个女孩 得 那先祝你 马到成功 彼此彼此 好久不见 恭喜你考上了京大 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嗯 好久不见 夏练熙 好久不见 当时的不告而别 我知道你一定心里怨我 我一直欠你一个当面的解释 明天 就可以见面了 夏练熙 真的 好久不见 小夕 明天 我去车站接你 谢谢秦月哥 不用了 我和小曼 陈毅川 坐学校的街站大巴过去 好吧 那我在学校等你 去 我去 你 Angie